好的 可以看到德州游记兵队的总教练 波奇是和自己的女儿和孙子 一起搭上了皮卡车 出席游记兵拿下世界大赛冠军的庆功游行 而这场在德州阿灵顿举行的冠军游行 是吸引了超过50万人参加 透过公拍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游行经过的路段 道路两旁是挤满了游记兵队的球迷 因为德州其实有两支大联盟的球队 而另一支就是最近七年两度 拿下世界大赛冠军的休斯顿太空人 这也让游记兵其实是一直在太空人的阴影下 就连今年拿下世界大赛MVP的席格 都忍不住在庆功游行上开栓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席格怎么说 原来这段话就是太空人 在今年美国西区封王之后 球员发出的评论 现在席格原封不动回敬 也代表他们真的很在意 无法夺冠的事实 而如今他们梦想成真 总教员波奇也表示 他的孙女跟他说 想要再来一次 所以明年他也会继续带领游记兵 挑战点吧 以上就是来自德州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